心跳慢是什么原因 如文医生科幼专家张明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这个心理慢的原因呢 很多大多数人群呢 分为生理原因和病理原因 生理状态下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的人群 比如我们运动员呀 这类人群 他能移走神经张力比较高 那么他就可能会出现 心理减慢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会出现动心运动过滑 这类情况 是由于他的运走神经张力过高 造成的这样一个临床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一部分我们的年轻人 也是由于长期的运动 长跑运动员 所以他也会出现这样一个 运走张力高的情况 会出现一些缓慢性的 一些心理失常 但都不予过度的干预 因为他没有一些影响 我们病人生命的这一些指针 可以算是不是一个疾病状态 那么还有一些病理的原因 大多数我们更关注的是 病理性原因造成的 比我们的长期的老年的患者 经常得到这个冠心病呀 这个心肌缺血的情况 会造成我们动方疾功能的减低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缓慢性心理失常 比如我们经常见到 防治传导组织呀 这类人群 这个需要除了针对冰血治疗之外 还要需要进行我们 这个缓慢性的失常干预 必要是安装心脏起搏器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